细致的江山寮山区每到假日融入不少人潮 除了看风景最重要的是会来这边洗车的人 会造成流入一旁的宝藏坑吸收到污染 有些民众使用清洁剂污染吸水 现在市府环保局有公文请设置的福星宫善尽管理之责 加强宣导洗车禁止再使用清洁剂 否则将开罚最高300万元 眼前停的一排车只见每位车组都手拿水管 抹布卖力在洗车 就算费假日 只要天气不错 汐止江子寮山区都会有不少民众来为爱车洗澡 虽然成了另类的洗车奇迹 不过却造成了警铃的宝藏坑吸污染 所以现在这个欢喜洗车厂福星宫贴出了公告 如果使用化学物污染河川 环保局及茶道将罚3到300万元 罚款是罚污染制造者 也就是说我们洗车的相亲朋友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我们福星宫这边的立场 就是希望就是说 在这里呼吁 呼吁我们来这边洗车的相亲朋友 你对于这个洗车 然后造成的垃圾 或者是这个清洁剂的污染 绝对要禁止 目前这个免费洗车厂 是由地方上的信仰中心福星宫维护 山泉水洗车一旁的功德箱 随意给或不给 所得都是福星宫用来做维护的经费 并且公庙也会做一些公益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才能够继续下去 苏石坝那边的这个石桌石椅 还有公厕 还有这个往江子寮洁壁那个步道 或者是在我们那个福星宫这边 办了多年的这个久久重洋的敬老等等的活动 目前这一段的宝藏坑溪正在风吸护云 生态维护很重要 地方人也希望不要因为洗车清洁剂流入污染清澈洗水 希望各位乡亲来这里洗车 我们尽量不要用清洁剂 因为我们这条江子寮西是很清洁的亏 水源的保持或者是富裕的动作 我们都是一致来配合 这一方面是要拜托来这边的相亲朋友 对垃圾水源的保持 希望能够配合 免费洗车厂欢迎大家来 不过福星宫也苦口婆心呼吁 山泉水洗车不要使用清洁剂 以免被罚也爱护溪流生态 就陈慧玲系纸采访报报道